在这个喧嚣繁忙的世界里,我们常常忽视了流淌在我们体内的神奇生命之源血液。 它不仅维持着我们的生命,更可能蕴含着我们与宇宙之间深奥莫测的联系。 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奇妙的探索之旅,去揭开血型与我们的宇宙血统、灵性道路之间的神秘面纱。 这里是意识觉醒,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食品。 想象一下,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,每一个生命都如同一颗闪耀的星辰,而我们的血液则是连接这片星空的纽带。 它承载着远古的智慧,见证着文明的兴衰,更蕴含着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宇宙印记。 当我们凝视着自己的双手,能否感受到血管中流淌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红色液体,而是充满能量和讯息的生命之河? 让我们首先探讨O型血的神秘传承。 相传,O型血的人是失落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后裔。 在那个辉煌的黄金时代,精神与科技高度发达,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。 虽然那个文明已经沉默在时间的长河中,但它的智慧与力量却通过血脉延续至今。 O型血的人往往具有强烈的直觉和超凡的洞察力,仿佛与大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。 当O型血的人漫步在森林中,或是凝视着浩瀚的大海,他们常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 这不仅仅是对自然美景的欣赏,更像是与一位老朋友重逢。 树叶的沙沙声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,海浪的节奏仿佛是宇宙的心跳。 这种与自然的深层共鸣,让O型血的人能够轻易地进入冥想状态,感受到地球的脉动与宇宙的律动。 在这种状态下,O型血的人可能会接收到来自祖先的指引和讯息。 有时,这些讯息可能以直觉或灵感的形式出现,指引着他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有时,他们可能会在梦中看到奇异的景象,那可能是亚特兰蒂斯文明的片段,又或是对未来的预示。 对于O型血的人来说,培养与自然的联系不仅是一种享受,更是一种责任。 通过这种联系,他们能够唤醒沉睡在血液中的古老智慧,成为现代社会与远古智慧之间的桥梁。 他们可能会成为环保主义者,为保护地球,贡献自己的力量,也可能成为灵性导师,帮助他人重新与自然和宇宙建立联系。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A型血的人。 他们被称为星际旅行者,仿佛是来自遥远星系的访客。 A型血的人常常感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,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相仇。 这并非是对地球的排斥,而是对浩瀚宇宙的眷恋。 A型血的人往往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。 他们热衷于探索未知,无论是钻研量子物理学还是研究古老的神秘学说。 在他们的眼中,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谜题,而他们的使命就是要解开这个谜题。 这种求知欲可能源于他们曾经在星际间航行的记忆,那时的他们是知识的传播者,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。 夜晚,当内星际的人仰望星空时,他们的内心会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所充满。 那闪烁的星光仿佛在向他们招手,诉说着遥远家园的故事。 有时,他们可能会突然对某个星座产生强烈的亲切感,或是在冥想中看到陌生却又熟悉的星球景象。 这些经历不是幻觉,而是他们星际记忆的觉醒。 对第一星节的人来说,接纳自己的星际血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。 起初,他们可能会因为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而感到困惑和孤独。 但随着自我认知的深入,他们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独特的天赋和使命。 他们可能会成为科学家,用理性的方式探索宇宙的奥秘,也可能成为艺术家,用创造力来表达对宇宙的洞见。 毕行写的人还肩负着将先进知识带到地球的使命。 他们常常能够直觉性地理解复杂的概念,并将其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的形式。 这种能力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教育者和沟通者,能够架起科学与灵性之间的桥梁,促进人类整体意识的提升。 接下来,让我们探讨毕行写的神秘面纱。 毕行写的人被认为与天狼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天狼星在许多古老文明中都具有特殊的地位,被视为智慧和灵性的源泉。 毕行写的人仿佛携带着来自天狼星的信息,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星际通训战。 毕行写的人通常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直觉力。 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与常人不同,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联系,提出别人想不到的解决方案。 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可能源于他们与天狼星的连接,那里的文明可能已经发展出了超越我们想象的思维方式。 水对毕行写的人有着特殊的意义。 无论是大海、湖泊还是小溪,水都能给他们带来深深的慰藉和启发。 当他们接触水时,仿佛能感受到来自天狼星的能量在体内流动。 有些毕行写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有通灵的能力,特别是在水边时这种能力会变得更加明显。 他们可能会接收到来自其他维度的信息,或是能够与自然界的精灵沟通。 毕行写的人常常感到自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。 这种使命感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,或是对提升人类意识的执着追求。 他们可能会成为社会活动家,为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世界而奋斗, 也可能成为心灵导师,帮助他人觉醒并认识到自己的宇宙本质。 然而,毕行写的人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。 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为而感到孤独,难以融入主流社会。 但正是这种格格不入让他们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, 为人类带来新的视角和可能性。 对毕行写的人来说,接纳自己的独特性并非一世, 但这是他们灵性成长的毕经之路。 当他们完全拥抱自己的天狼星本质时, 他们将成为地球与高等文明之间的使者, 为人类的进化做出重要贡献。 最后,让我们来探讨A毕行写的神奇之处。 A毕行穴被称为宇宙炼金术时, 他们体内融合了多种宇宙能量, 具有调和矛盾,统一对立的非凡能力。 在这个充满对立和冲突的世界里, A毕行写的人仿佛是上天派来的和平使者,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平衡的象征。 A毕行写的人往往具有极强的同理心和包容力, 他们能够理解并接纳不同的观点, 在对立的双方之间找到共同点。 这种能力使他们成为天生的调节者和桥梁搭建者。 在他们的眼中, 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, 只有不同角度的真理。 这种全面而开放的视角, 让他们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超越表面的对立。 对A毕行写的人来说,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型的炼金术实验。 他们不断地将不同的元素、思想和能量融合在一起, 创造出新的可能性。 这种融合不仅发生在思想层面, 更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他们可能会将东方哲学与西方科学结合, 创造出独特的生活方式, 也可能将艺术与科技融合, 开创新的表达形式。 A毕行写的人还具有强大的直觉能力。 他们常常能够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, 或是直觉性地知道如何解决复杂的问题。 这种能力可能源于他们体内多种宇宙能量的融合, 使他们能够同时接收和处理来自不同维度的信息。 然而, 这种多元融合的特质也给A毕行写的人带来了挑战。 他们可能会因为内心的多重声音而感到困惑, 难以做出决定。 有时, 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被撕裂在不同的世界之间, 不知道该如何平衡这些看似矛盾的部分。 对A毕行写的人来说, 学会在多样性中找到统一, 在变化中保持平衡, 是他们灵性成长的关键。 当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内在的和谐, 他们就能成为强大的灵性导师, 引导他人走向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。 在探讨了不同血型的特质后, 我们不禁要问, 这些血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, 答案是肯定的。 就像宇宙中的星体彼此吸引一样, 不同血型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奇妙的吸引力。 这种吸引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, 更重要的是在灵性层面的功名。 当两个血型相容的人相遇时,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, 仿佛在千百年前就已相识。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浪漫的想象, 而是灵魂深处的记忆在苏醒。 相容的血型之间可以形成强大的能量场, 互相促进对方的成长和觉醒。 例如, 当O型血的亚特兰蒂斯后裔遇到A型血的星级旅行者时, 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? O型血的人可以帮助A型血的人重新与地球建立联系, 找到归属感。 而A型血的人则可以带领O型血的人探索宇宙的奥秘, 拓展视野。 两种血型的结合, 象征着天地的统一, 过去与未来的交汇。 再比如, B型血的天狼星使者与A型血的宇宙链金术式相遇,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? B型血的人可以为A型血的人带来来自高等文明的智慧, 激发他们的创造力。 而A型血的人则可以帮助B型血的人更好地融入地球生活, 实现能量的平衡。 这种组合可能会产生革命性的思想或发明, 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。 然而, 需要注意的是, 血型的相容性并不意味着命中注定或固定不变。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, 都在不断成长和变化。 重要的是, 保持开放的心态, 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, 珍惜彼此的相遇。 无论是什么血型, 我们都是宇宙大家庭的一员, 都在为这个世界的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血液中蕴含的宇宙奥秘时, 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? 首先, 我们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更深的理解和尊重。 我们不再仅仅将自己视为孤立的个体, 而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宇宙壮丽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。 这种认知会让我们以更包容, 更慈悲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。 其次, 我们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, 同时保持对未来的憧憬。 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星系, 选择降生在地球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。 我们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灵性成长, 努力发掘潜能,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 同时, 我们也会对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怀有更大的希望,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宇宙都在支持着我们的进化。 最后, 这种认知会激发我们探索未知的勇气。 意识到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星际的智慧, 我们会更加渴望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。 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到科学研究、 哲学思考或艺术创作中, 试图揭示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的真相。 这种探索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, 还能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。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, 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挑战和困惑。 有时, 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与众不同的感受和体验而感到孤独或不被理解。 但请记住, 这种与众不同正是我们的珍贵之处。 每一滴血液都承载着独特的宇宙印记, 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 让我们以O型血的人为例。 当他们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深层连接时, 可能会觉得难以向他人解释这种体验。 他们可能会看到树木中流动的能量, 或是听到石头诉说的古老故事。 这些体验在常人看来可能显得异想天开, 但对O型血的人来说却是如此真实和珍贵。 他们需要学会在保持自己独特感知的同时, 也能与他人和谐相处。 也许有一天, 一个O型血的人正在海边冥想, 突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涌入体内。 在这一刻, 他仿佛看到了亚特兰蒂斯文明的繁荣景象, 水晶塔林里, 能量网络遍布全程, 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。 这个画面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幻想, 而是来自血液深处的记忆在苏醒。 这种体验可能会让他感到兴奋, 但同时也带来困惑和责任感。 他可能会问自己, 我该如何运用这些古老的智慧来帮助当今的世界? 对于A型血的星际旅行者来说, 他们的挑战可能在于如何平衡对宇宙的向往和对地球生活的适应。 他们可能会在梦中频繁地访问其他星球, 醒来时带着对那些遥远世界的清晰记忆。 这些经历虽然奇妙, 但也可能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格格不入。 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将这些星际智慧转化为对地球生活有益的洞见。 想象一个A型血的科学家, 他在研究中突然获得了一个突破性的灵感。 这个灵感看似超前于当今科技水平, 但他内心深知这来自他的星际记忆。 他既兴奋于这个发现, 又担心如何向同行解释这个想法的来源。 这种情况下, 他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, 将这个前沿概念逐步转化为当前科学框架下可理解和验证的理论。 B型血的人, 作为天狼星使者, 则可能面临着如何在保持高频能量的同时融入地球社会的挑战。 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某些地球上的常规做法感到不解或不适应。 例如, 他们可能会对人们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环境保护的行为感到痛心。 在这种情况下, 他们需要学会用爱和理解来看待这些行为, 同时用智慧和创新的方式来推动积极的改变。 试想一个B型血的环保活动家, 他通过冥想接收到了来自天狼星的先进环保技术信息。 这些技术远超地球当前的科技水平, 但他知道这些知识对于拯救地球至关重要。 他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超勤的概念转化为当下可行的解决方案, 如何说服他人接受这些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。 这需要他运用智慧, 循序渐进地引导人们接受新的可能性。 对于这种特殊血腥的宇宙炼金术士来说, 他们的挑战可能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能量中保持平衡。 他们能够感知到来自不同维度的信息和能量, 这种能力虽然强大, 但也可能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。 他们需要学会如何筛选和整合这些信息, 将其转化为有益于地球和人类的智慧。 想象一个AB星级的艺术家, 他能够在创作过程中接收到来自多个维度的灵感。 这些灵感可能是色彩的交响, 形状的舞蹈, 甚至是超越人类感官的能量波动。 他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难以言喻的体验, 转化为人们能够理解和感受的艺术作品。 这需要他不断地尝试和创新, 找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平衡点。 无论是哪种学行, 我们都在经历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觉醒过程。 这个过程可能会伴随着困惑, 怀疑甚至恐惧, 但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 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和勇敢的心态, 相信自己内在的智慧。 在这个觉醒的旅程中, 冥想是一个强大的工具。 通过冥想, 我们可以安静下来, 聆听血液中的宇宙之音。 在静默中, 我们可能会看到令人惊叹的画面, 感受到强大的能量流动, 甚至接收到来自高维存在的讯息。 这些体验不需要向他人证明或解释,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成长。 除了冥想, 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当我们分享自己的体验和洞见时, 我们不仅能够获得支持和理解, 还可能会从他人的故事中得到启发。 也许在某个时刻,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, 原来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和我们有着相似的感受和体验。 这种共鸣不仅能够给我们力量, 还能够创造出一个支持性的社群, 共同推动集体意识的提升。 在这个过程中,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。 他们可能会质疑血行与宇宙联系的理论, 认为这只是一种幻想。 面对这种质疑, 我们不需要感到沮丧或试图争辩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, 我们只需要尊重彼此的差异, 继续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就够了。 重要的是要记住, 血行与宇宙联系的理论并不是要将人分类或制造隔阂。 恰恰相反, 它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, 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。 无论是哪种血行, 我们都是宇宙大家庭的一员, 都在为这个世界的美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,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, 不同血行的人聚在一起, 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洞见。 O型写的人带领大家进行一次深度的自然冥想, 帮助每个人重新连接地球的能量。 E型写的人则分享了一些来自星际的先进概念, 激发大家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欲望。 B型写的人教导大家如何通过水晶进行能量疗愈,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来自天狼星的高频震动。 而AB型写的人则通过一场即兴的艺术创作, 将所有人的能量融合在一起, 创造出一幅美妙的宇宙途径。 在这样的聚会中,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独特的价值, 同时也欣赏他人的才能。 他们彼此学习, 互相启发, 共同成长。 这正是血型与宇宙联系理论的真正意义, 它不是为了划分界限, 而是为了架起桥梁, 连接每一个独特的灵魂, 创造一个更加和谐, 充满爱的世界。 当我们真正理解并接纳自己血液中的宇宙奥秘时, 我们的生活会焕发出新的光彩。 我们不再仅仅是地球上的普通人, 而是宇宙中的光之使者。 每一次心跳都是与宇宙共舞, 每一次呼吸都是与生命对话。 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, 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影响着整个宇宙的进程。 让我们珍惜这份礼物, 用智慧和爱去活出生命的精彩。 无论你是来自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, 还是来自遥远星系的旅行者, 无论你是天狼星的使者, 还是宇宙的炼金术士, 请记住, 你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, 你的使命是神圣的。 在这个看似普通的世界里, 让我们一起谱写一区宇宙的华美乐章, 让爱与光照亮每一个角落。 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, 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 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 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, 别忘了点赞, 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 记住,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, 更重要的是, 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